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一代国画大师 张大千和他的画作《享誉中外》 12月10号 坐落于其出生地的芭蕉锦展览馆 迎来了一批新的展品 它们就是有着火针刺绣之称的汉安烙画 这些展品的到来 也为内疆农民烙画作品展正式拉开了序幕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次农民烙画作品展 也是内疆举办的首届汉安烙画展 共展出作品69幅 不少都是以张大千的画作为蓝本进行创作 开幕当天 来自巴西及内疆本地的百余名张大千研究者 和著名书画爱好者参加了开幕仪式 生活离不开艺术 此次落画展让艺术照进生活意义重大 艺术不属于某个群体 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讨论 研究 创作 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贫困户 还可以通过烙画增加收入 这很有意义 也为传承大千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 俗化之乡的这个文化品牌 在做宽 在做大 在做厚 因为它丰富了我们大千文化的内涵 也丰富了内疆 俗化之乡的内涵 烙画 古称火针刺绣 原末明初传入内疆 并在市中区福龙镇得到传承和发展 牛角田村是福龙镇建档利卡贫困村之一 也是汉安烙画发展的核心区域 内疆首届汉安烙画展 从千呼万唤到月染纸上 背后凝聚着众多村民的辛勤汗水 其中 内疆是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 高平仲 功不可没 高平仲 今年47岁 是福龙镇的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 从年轻时候开始 他就对烙画情有独钟 从多发的历史的时候 他以前使用的灯火 火吹在木板上 或者吹在落的材质上 后来逐渐发展用碳 用铁器 就这么通 把它烧烘了 进行落质 到现在发展用落贴 而且现在在最近今年发展用调温的落贴 大型 勾勒 上色 渲染 这些步骤对喜欢烙画的高平仲来说 一个都马虎不得 它是这个温度 它也高的可以达到四五百度 那么这个层次 它有一个通过我们 这个温度的高低 表现这个颜色 深陷 还有一个就是 通过我们这个在画面上 这个构图的浓淡远景 采访中记者发现 高平仲并不是一个健谈之人 但是只要一聊起落话 他总是滔滔不绝 他说在这之前 他从未想过 要将自己对落话的爱好 搬出小家之外 直到2014年 身为福龙镇中心小学校副校长的他 为了丰富该镇 大乌冲小学的课外活动 便开始在该校 开设落话兴趣课程 这一举措 也让落话 渐渐走入大家的视野 从落话 我个人在家里面玩 这个业余时间 到现在走出来 其实最大的感受 就是这个感到 这个是我女父亲 因为我们习主席 在我女父亲 做大会上的讲话以后 这个政策 然后 也想说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更能 这个 积极的 这个传承和发扬 先是个人的小爱好 到学校的少年工活动 再到牛角田村的文化大院 落话产业 高平仲和他手中的落笔 走的地方越来越多 落出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截止目前 他的落话作品 已参加过成都西博会 农博会 西南地区金贸交易会 深圳国际文博会等多个展览 2017年 他也凭借落话 被评为四川省首届农村首公益大师 更让他欣慰的是 这两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和他一起热爱落话的人越来越多 落话也逐渐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近日 福龙镇第二期烙话培训 正在牛角田村如火如荼的进行 今年47岁的刘建 之前一直在建筑工地务工 听闻村里正在开展烙话培训 他也赶紧报了名 陈志斌是村里的贫困户 和刘建一样 他是此次参加烙话培训少有的男同志之一 能够借助村里的农民夜校学习烙话 他高兴不已 牛角田村学习烙话的学员 主要以留守妇女为主 除了正在参加培训的 已经结业的三十多个学员 便成为大家口中的烙娘 主要在家里进行创作 既能照顾家里 又能增加一份收入 游历霜到处的是所有烙娘的新生 更重要的是 现在烙话已成为他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2016年 纸烙烙化成功入选第五批 区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2月 市中区汉运烙化专业合作社 也在牛角田村正式成立 目前已吸纳38个农户入股 随着当地烙化作品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项目投资者也随之而来 当时福龙镇的政府张正张 拿了一副 罗华的一个 很悠久的一个作品 给我看 当时我对罗华 看了个话 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高兴 然后心里面 对他都有了很多的一些想法 所以后面都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主理落乡 记者了解到 主理落乡民宿文化风景区 是福龙烙化艺术小镇的主体项目之一 预计投资1500万 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福龙镇的 也不是我们始终去的 也不是我们累将的 而它是属于我们全国的 以及是属于全球的一个 一个世界遗留的一个文化 我们应该把它发扬广大 让它走向世界 现阶段 主理落乡民宿文化风景区项目 已经正式开工建设 村上也开始承接 其他落考方面的业务 截至2017年6月 牛角田村的落画作品 已经累计销售收入达60万元 实现留守妇女居家灵活就业 仅30人 阳春白雪有人赏 夏里巴人有人爱 汉安落画经过近年来的发展 已然成为福龙镇 打造落画艺术小镇 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 更重要的是 在全市脱贫工坚 进入肯硬骨头 工坚拔债的冲刺阶段 汉安落画 充分整合贫困户 农民夜校 农村留守人口 农村专业合作社等资源 既让寻常百姓 体验了艺术创作的乐趣 也为脱贫工坚 贡献了力量 同时还为内疆 这个书画之乡 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毋庸置疑 这朵扎根乡土的艺术之花 正在内疆 这片热土上 散发着它独有的魅力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